大家看啊 我跟大家说几个细节点 你们看一下王万玉在触球之前的手腕是不是这样的 看 他已经手腕一压平二转到头了已经 看 是不是 来 客服把那个在他触球前刚拉完手这下把它停住 暂停 对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停了 你就停 大家没点关注的 点点关注 看 是不是板头已经对着自己了 这还挺慢了 你看 这是他 你看大家看一下 他在触球前 球在哪呢 球在这呢 我给你指下球的位置 大家可能有点看不起 球在这呢 也就是说他现在离球也就不到一个板的距离 看见了吗 太好了 球在这 板在这 那他是怎么对着球的呢 我告诉大家他此时刻什么动作 他现在手上是这个动作 他球在这 球在他的手腕旁边 看见了吗 那他该怎么去把这个球拉住 他这么拉吗 这么拉不行 这么拉怼出去了 对吧 他还得用上手腕 还得用上前臂 所以说他是怎么了 他是把这个球转起来的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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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手腕这个转动 加上前臂的转动 加上腰的转动 一起把球给他转出去的 来 放 放视频 来 再看 再来一遍 球我们没有点关注的 给我们点点关注 看 手腕是转出去的 是转出去的 不是所谓的大家做动作把球推出去的 什么叫吃球啊 我们就这样去做动作 他就能吃上球吗 你这样发力就能吃球吗 吃不上 球碰到你的板 它就弹出去了 那我们怎么才叫吃球 吃球 大家天天去在网上听教学 听吃球 吃球时间长一点 长一点 吃得厚一点 厚一点 什么叫吃球 你得促到球以后 你看 我跟它是一个摩擦面 我去旋转它 你这个球就能在胶皮上 在海绵上吃得很厚 吃得更厚就能吃到底板上 吃住了 转出去 你看这个整个的吃球时间加长了 我们就这样去用动作使劲 吃球 这就能吃吗 吃不住的 吃球是需要方式方法的 它是需要原理的 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球的 我跟你说 就是 所有的他们拉球的原理几乎都是同的 都是相同的 只是他们每个人的身高 体型 胳膊长短以及动作不一样 剩下原理都是一样的 你把所有人的拉球 你把它细化成慢动作 去一点一点扣 他们的拉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大家那天看了 看我们直播了吧 看我们直播 凡人动作正式拉跟马龙正式拉吧 一毛一样 从你们平时比赛上来讲 一个人这么拉 动作完全不一样 一个人掏屁股这么拉 对不对 从面上看一点都不一样 但是那天大家 我们给他来一个后方的方向的 把它放慢了好几倍以后 你们会发现 我这俩人拉球这么像 因为什么 原理相同 所以说咱们不去学动作 学的是原理 原理做到位了 理论对了 感觉对了 自然动作就好看了 明白吗 所以大家没点关注 给我们点博关注 确实是这样 放过来 继续给大家讲 继续给大家讲 今天必须让你们明白 为什么把王曼玉掏出来了 对不对 你们可能觉得 你们老说伯格反手不好 可能伯格 你不觉得伯格反手不够说服力 我问你 王曼玉的反手够说服力吗 够不够说服力 原理都是一样的 你把伯格反手拉放慢做一样的原理 伯格反手也有说服力 对 对不对 找博格网玉还不够 那你确实叫专业抬杠 王曼玉还不够 谁的反手够 王曼玉的反手 在女队应该是属于 对吧 顶头了 对不对 别着急 咱们慢慢讲 今天必须让你们 就是给你们细了去讲 细了去讲 那我们 我现在给大家讲 咱们进入主题 咱们看王曼玉的重心 你看啊 我告诉你 王曼玉那个重心在哪呢 你看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来大家看一下啊 王曼玉在引拍的时候 他的 他的这个 右跨这个位置 有一个往里去 往里去 往里 往这个方向去转了一下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 也就是说 他把这个 转腰的这个部分 移到这边来了 移到这个主腿上来 有一个这个动作 大家再看 看 有没有 有没有 到那个位置暂停一下 往里面 往右下去 往里面 有一个 这个动作 看见了吗 再来一下 暂停 看见了吗 右偏中心 来 不用暂停 放吧 来 大家看 大家就看 你看他有没有 往右边 看着球 往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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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因为只看表面的动作 你们不可能知道这个为什么 可能看了我们直播的 听过我之前讲过这个发伤栏权权 大家可能有懂 有相对明白一点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看过的 你肯定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就是腿腰胯 怎么去运用的 侵犯王曼玉肖像权 那怎么 那互联网直接疯了得了呗 互联网直接疯了 打过招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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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他这样是为了啥 来 大家看一下 他往这儿演一下是为了啥 我告诉大家 如果说 你看 你要往这边演 你会觉得这个力量 全在这边 你这个力量 大家看啊 左右的力量 看一下 左右的力量 能发生力吗 你感觉你自己腿使了一点劲 腰腿 其实它跟球 你看 它是使不上劲的 你们自己去做一个左右的这个力量 它是使不上劲的 顺劲的 对 顺劲的 乒乓球最怕什么 最怕顺劲 乒乓球需要什么 需要憋劲 你只有憋上力了 你才能使上劲 大家这个能听 懂吗 我们怎么去 别向这个力 怎么要腰腿胯 他们来别向这个力 又能用上腿的力量 蹬腿的力量 又能用上转腰转胯的力量 看 这个一下的 细微的这个动作是很重要 对 很多 这个细微的动作是很重要的 你说 看到了吗 我们就是利用 两个腿 看我现在两个腿 我们往下来的时候 看着 左 右边这个 这一下 往里边 往右腿去 向倚的右腿往里转了一下 但是此时此刻 大家记住 你的左腿不能伸直 你不能一转成 转成这样 那你所有的力量 全部没有了 你的左腿还要在这支撑住 你们左腿还要在这支撑住 这个很重要 这一个细节 这样跟这样 完全就是两个结果 你这样的撑住了以后 它往里面一转 你会发现这力量在哪呢 力量变到这来了 在这呢 你再往里转 转不进去了 变住了 你看了吧 看 变住了 我们在 倚着这边去往处转 转的过程当中 你看你把你憋住的力 靠你的左腿一蹬 左胯一顶 是不是就形成 王曼玉现在拉球的动作了 王曼玉拉球的重心呢 看见了吗 球在哪呢 球你看往里一转 你整个的跟球的角度 空间 全出来了 你看王曼玉拉球 手指头是不是板头 你看这样的 球在这的 那球时时刻在这个位置 我们一转 你看我的腰 腿 胯 是不是 蹬腿 顶胯 转腰 出来了 能用上劲吗 臂上的力全用出来了 这时候在带着我们的 手腕 手指 加上前臂 看 以手腕 手指 这一下 转动 为核心的 去什么 用身体带着手腕 手指去转动 你转手腕 手指转动了 前臂不就自然 跟着手腕 就开始转了吗 对不对 那吃球吃住了吗 吃住了 蹬腿 在你吃住的时候 一蹬腿 加吃球 吃住 旋转出来了 一蹬 弧线起来了 腰胯 向前一顶 出去了 我们还需要什么 把我刚才讲的 放到完曼玉的身上 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通过手腕的转动 身体的 你看我刚才给你们讲的 这个重心和腰腿胯 是怎么运用的 我跟你说 反手拉的好的人非常多 但是你要他讲出来 他讲不出来 他会告诉你用腿用腰 怎么用 他讲不出来 因为他可能从小 教练带着练的时候 他就练会了 所以说他也不需要去研究 怎么去用 不需要去研究 怎么都把你们教会 所以说太多人了 你可能你去 你可能你去问王曼玉 这个球 像刚才让他像我这么讲 他可能也讲不出来 但是他会拉 有的人是练出来的 有的人天生反手就好 他自然就带这些东西 自然就是合理 他自然身体跟身体之间 他就能运用的非常好 对 太多了 大家觉得 方老师讲的好的 咱们点一波关注 给我们点一波关注 好不好 给方老师点一个 这个OK 大家看一下 对 这一步再看一下 王曼玉的这个拉球 你看王曼玉的左腿 他有没有像 你看有的人 一转动这个腰 这个腿是这样的 你这样的话 哪来的力量啊 这不全卸掉了 这不卸掉了吗 背直背硬的 对不对 那我们俩腿撑住以后 像这个里面 就是这个 你看 这个 这个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体 核心 核心 躯盖 以这边是右腿 这边是左腿 你看 我们撑下来以后 往里面一转 看 球 空间让进来 我们再给它 转出去 转出去 你看 一转 这个就是 白尔拉球的原理 都是这么拉的 就是 你反手 你想用上腿腰胯的 你想用上身体 它没法用别的方式去拉 如果说 大家你看 你现在如果说 练到我们这种水上了 你让我去比赛当中 我没有说去做这样 我到了比赛中 球可能在这边 我突然在左腿 老让我去拉 我也能拉上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体的这种 手上的这种力量 手上的这种基球的感觉 包括身体感觉 做出一些调整 我们都可以拉上 但是你问我们 怎么拉舒服 那肯定是这样拉舒服 这样拉才是一个 基球正确的方式 发力正确的方式 身体运用正确的方式 然后你整你真正 练到位了 你想怎么拉就怎么拉 腿胯必须要虚拟 其实大家 你们的腿和腰胯 其实都有这个力 但是你们不会用 他们互相配合不好 你有一点做的不好 它可能这个感觉 它就是出来的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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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